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大估,观战一把车神小丑,古董商,咒术师,前锋,幸运儿,这幸运儿要是带个飞轮,那这把小丑有点难搞的 这个这种,他上来抓前锋,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 前锋毕竟没有飞轮嘛,对不对,你前锋拉锯,离我这边拉个锯,跟一波撞,但这波没撞晕 说实话,这波撞其实可以的,为什么呢,这边小丑大概率撞的是推进器满前方这边,把人的推进器撞掉,然后 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两波撞都吃到刀了 有一说一呢,这个撞我觉得真没什么问题,他如果撞晕能够全身而退的话 其实效果是挺好的,但可惜就可惜,在他这边两波撞,第一波呢拉的球比较多,但是没撞晕 第二波呢,球不够多,以至于这边小丑解晕比较快 那好像,出问题了呀,这边幸运儿拉了一波球,那幸运儿带的是个博命,他不是飞轮 小丑这边的话,这个血线比较紧,他想要来压一波,打,漂亮 突然之间,好像这个局变成了一个小丑的一个大优局,这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这套阵容小丑是不太好打的 古董商,咒术师,这两个点谁拉出来单打这个小丑,小丑都得花个半年时间才能击倒人的 这边古董商过来 来,来,骗一波,捞下来,一棍子打,打一刀 这边的话,前锋肯定是走不了的,小丑这边是有闪现的 对于古董商来讲,要保这个前锋的可能性也不高,原因就在于,你这边过来保,我进可攻退可守 我退一步,我往外面去挂,那我这边把人挂上,是可以的,挂飞以后我推进去去找你剩下的人,对吧 我进攻,我往正面走,你古董商这边过来,我大不了放一下以后,拉鞠把你古董商都给带了 拉鞠过来,直接来找咒术师,先骗飞轮 漂亮,这个骗飞轮,有一说一啊 我在上帝视角观战,看他的第一视角,我都没有看到这咒术师交飞轮的 我只看到的是,这边咒术师的技能CD了,我才知道咒术师交的是飞轮 这种呢,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 呃,穷人那边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这个局是个死局了 这个局是个死局了,基本上 等到前方被挂飞,然后这边回身来找这两个人的时候,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怎么可能盘的活呢,机子差这么多,对不对 外面的人伤的伤,残的残 啊,游戏结束了 再拉一波推进器的话,我觉得没有别拉推进器,因为你拉推进器过去 这边咒术师交个孤,浪费一个推进器其实挺亏的,好像还是装了吗,装了一个转头 那边咒术师在抖动,他其实可以把人牵起来,挂到中间 哦,中间这样的椅子好像用不掉了,他可以把人牵起来,先牵过去找嘛 牵过去找,牵过去找人 嗯,毕竟刚才这边的话,幸运的一个状态感觉是已经准备放弃了 所以说这里幸运大概率也不会交自棋,赶紧下一把了,确实没什么机会啊 那波震慑了就没什么机会了 交个小孤,好,趁你孤的CD,绕过来,漂亮 结束 四分钟不到,直接死抓 这个也是确实 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局啊 只能说就前锋在操作上面没有能打出他的一个预想 但是他的思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改变吧,我们现在一边 我们下来知道它是密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